Leno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no 今天要來看非常特別的一場頂尖團戰 那這場有Viper 還有莫德里 知名高手 還有希托 很多喔 這場比賽打得蠻久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比賽吧 藍方這邊是選擇義大利 義大利人 團戰來說也是不錯的 還有這個傭兵可以用 再來看一下這個紅方 紅方的隊友是波西米亞 哎呀波西米亞在外加喔 這個防守上可能會有點 需要有點疑慮喔 因為波西米亞是大後期文明喔 那他這張圖是可以森林喔 如果他前線守不住很容易會 刷賽 因為他的金礦跟石頭果子都在前面 然後這邊就是敵人家了 所以波西米亞跟這邊前線喔 會有一個大開戰喔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同樣是隊友的紫色喔 薩爾特人 薩爾特的話工程器的攻擊速度是非常快的喔 他在團戰來說也有不錯的表現 但是也是很害怕這種火器單位喔 像火炮之類的 大部分的薩爾特的 這個團戰表現喔 都是打這個松蘭武士喔 配大衝車的做法是比較多的 還有這個重型頭子車 龍炮的話會比較少尖一點 因為太容易被針對了 好那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橘色喔 橘色是敗戰艇 敗戰艇的話是丹尼爾 那敗戰艇團戰的話 最大特色就是這個便宜的垃圾兵 一直跟對方換 盡量電龍時代打得越遠的話 越危險喔 因為他其實 就只有垃圾兵便宜的一個特點而已喔 但是在黑色兵這張地圖裡喔 這個支援便宜的效果 並沒有那麼的強勢喔 反而是單位的一個 單位品質喔 反而是比較重要一點的 好 再來看一下阿茲特克喔 阿茲特克在團戰表現呢 是聖物是個重點喔 還有這個生旅戰 偏重要 還有這個戰毛兵 為什麼說戰毛兵呢 因為是不用黃金的 那再來就是他這個 大量的這個 英刺齁 應該是金瑞英勇士喔 攻擊力8加9傷害非常誇張 好不然就出劍勇啊 衝車頭車 也是阿茲特克的首選之一喔 那阿茲特克比較算是 偏打前期會很強勢的一個文明喔 像地出啊 城出喔 打一波其實蠻痛的 因為老英國喔 這個城出老英爆 很少人擋得住 哇靠這個人是 野外吃鵝 我的老天鵝 哇這傢伙要是沒點直播他就死村欸 他怎麼突然點直播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綠色 瑪麗人 那瑪麗人這個文明呢 算是 大後期很好用的一個文明喔 因為他本身沒有黃金的話 也可以出肉麻 那肉麻的話 有這個彪悍精神 攻擊也是賊高 可以一直用高攻擊力的肉麻 去跟對方互換 那整體而言 瑪麗的話 最大特色是挖金礦持續30% 所以金礦數會比其他文明多一點 所以我個人覺得瑪麗算是比較 跟阿茲一樣喔 是支援有序發展那一種 瑪麗那一種 瑪雅那一種 不是阿茲 好那來看一下黃色 黃色是Viper Viper是我們的這場重點 那Viper這邊是選擇了 伊索比亞 那伊索比亞應該是隨機到的 那他的團戰表現的話 也沒有太特別的地方 最特別應該是投石車這個單位 投石車跟巨型投石機 那這兩個東西呢 他的這個金礦喔 可以讓他的這個 傷害範圍 更廣闊一點喔 那投石車砸下去 直接投破血流 那非常誇張的 所以這個薩爾特 不是薩爾特 伊索比亞 這個 後期喔 要特別注意他這幾個單位喔 尤其是投石車 那比較可惜的是喔 他這個 除了 呃 他的步兵跟弓兵很強 騎兵比較爛一點喔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他騎兵也沒爛到哪裡去喔 因為這個伊索比亞也有大陸馬 那我剛剛說這個重點喔 還有火炮 火炮的話這個範圍也是蠻誇張的 所以他即是可以當這個 波西米亞使用 算是有點算是波西米亞的 弱化版 雖然射程比不上波西米亞 還有傷害喔 但是這個範圍喔 在團戰來說是非常好用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這個Moderly Moderly這個文明呢 是印加人喔 印加人在團戰的表現 最主要是使用槍騎兵喔 還有這個 這個什麼 老鷹 那老鷹的話 他老鷹是非常硬的 但是同時喔 他也是老鷹國裡面 經濟最差的一個文明喔 沒有什麼太大的經濟加成 所以他在發展上 會比其他兩國的老鷹國來說 會比較慢一點 但是同時喔 他後面的強軍是來說 對他會不錯的效果 而且印加的話 還有這個投石手 如果對方出出這個步兵文明的話 像什麼對方是老鷹國啊 人家出老鷹 投石手可以把他砸爆啊 或者是他打一個 鏡擁抱啊 投石手的話 這個表現是不錯的 而且在這次改版中喔 這個 投石手可以吃到拇指環 所以這個射速更快更準 那投石手的表現喔 在後期也算是不錯的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兩邊的一個選擇喔 好 這邊印加出了軍營喔 這邊看起來 挖金是要出小宮開局 壓制對手了 因為這邊破性皮卡真的是很尷尬 他所有的重要資源都在前面這一塊區域 連石頭也是喔 兩塊石頭 還好黃金兩塊在後面喔 還有活路喔 這邊居然還有個通道 好 那目前兩邊 改圍都圍得差不多了 好 這邊軍營直接四棒棒按出來 要來直接前壓了 阿茲特哥這邊也是喔 稍微圍一下 原地伐木 好 那viper沒意外的話 應該是會先直層開弩 好 兵工場四級都補下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一個進攻 這邊進攻裝武兵也好 這邊進攻裝武兵也好 拜登庭 裝甲武兵開局 蠻特別的 那後面這邊應該是會補毛兵喔 不然就是弓兵 有過多旁軍用補這個弓兵 然後再補一些少量的毛兵喔 就可以克制對方的弓箭手的一個進攻 欸 這邊要打進去了 修得回來嗎 唉唷 修回來了 欸 很極限欸 這邊要插一個塔嗎 沒錯 開始插塔 有插塔喔 比較容易進攻進去了 喔 這一波看起來沒問題 守得住 那左邊這裡沒有在進攻 好 那印加這邊 看到對手破西米亞前線出弓兵喔 那印加這邊也知道 自己是不太好守的 那身為內加的Viper可能就要小心一點了 因為內加後面喔 是完全開放之地 現在敵人可以直接衝到Viper家也沒問題喔 不一定要直接去打印加 那Viper這邊支撐就要顯得特別小心一點了 可能還是要出點馬舊之類的 出點騎士 上層之後稍微反制一家對手 會更好一點 但如果這時候 出騎士反制對手的弓兵的話 那Viper的經濟喔 有可能會輸給對方內加 對方內加如果直接開弓的話 很容易對方內加就可以一打二 直接把兩國直接帶走 帝王直接 帝出一爆兵喔 直接帶走全部的人 那這次團戰會比較需要注意 所以如果 欸 Viper這邊不出兵 對方出兵 內加出兵的話 自己只要專心農 守好 那之後可以來到帝王時代一打二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鷹家這邊就要做事情 拖時間就好了 這邊是出鷹刺猴開局 那這裡有挖黃金 主金在裡面還可以 那鷹刺猴為什麼會這麼強 原因喔 老鷹最強的原因就是 他只需要黃金喔 那肉很少 好像只要25肉而已喔 50金25肉 然後高遠防 攻擊力也不差 這就是一個老鷹的特點 現在變20肉 不好意思 20肉而已 所以他肉更少 更便宜 好 那這邊裝甲步兵 武功折返 直接 掉頭 既然這邊打不進去 那我們就去支援前線戰場 來打鷹家這裡 好像也可以 反正這邊是開闊之地喔 那這邊 絕對打不進去之後 開始在自己圍自己家裡 稍微做防守 這邊都有叉塔 那左邊這邊可能會危險一點 開始在維加 好 鷹丹也知道 這一處裝甲步兵跟弓兵的關係喔 所以 前期喔 會比較薄弱一點 經濟上可能會稍微輸隊喔 好 輸上對手 那對手這邊 阿茲特克喔 經濟看起來算是不錯的 這個 海區外面大量吃入 但這個 灰色好像不是特別熟悉的感覺 是我的錯覺 他這個吃入的人有點商議人在吃入的感覺 呵呵 那黑色也比較特別的是 他這些有些地形喔 是有非常大量的豬肉 你可以拉非常多村民喔 直接去狩獵喔 像這裡 這裡有很多這個豬可以吃 好來看一下右邊的一個戰況 這邊戰況 欸 結果 摩德里 這邊是出了鷹刺猴 然後直城 上到了這個城堡時代 多了這個老鷹喔 開始在輸出 這個要秀一下 這個投車會有點危險 好 那讓 硬家這邊直接狗到城堡時代 那老鷹這邊直接吃劍死傷害 有點硬要的感覺 好 鷹吃後還沒有升級喔 這裡可能趕快升到 升級一下鷹刺猴 那由於封建出兵的玩家 會在這個上層期間 會有一段空窗期喔 那現在就是破西米亞的空窗期 他離上城堡時段還有一段時間喔 他離上城堡時段還有一段時間喔 看起來 要守住這波老鷹進攻 會有點困難 一定要把自己家裡圍死喔 用提器這樣子圍 欸 鑽進去了 欸 怎麼進去了 好 好結果內加喔 也破被要圍死喔 不然可能會出事 好 那這邊 丹尼爾 千里迢迢 裝甲步兵跟弓兵 走到了VIPER的領地 哇 走了超級遠的距離喔 終於走到了 然後那 裹不出來喔 這個 VIPER直接4TC開弄 內加開弄就是這樣子 那只要撐到 大概30分鐘左右 VIPER可能就可以出罐了 那到時候VIPER就很有可能可以一打二 那MODERY這邊就只要用鷹刺頭 稍微跟對方 投下 哎呀 再一發 好 鷹刺頭開始在無雙 開始在從村民 家裡完全守不住鷹刺頭 鷹刺頭要打的話你要出騎士 不然就出裝甲步兵 但這裡出裝甲步兵有點不太實際 因為你出裝甲步兵的話 就絕對上不了城堡時代 上不了城堡時代的話 對手出騎士 自己出騎士的可能性就更低了 這邊要出騎士 解這個 投石車比較好解 還有老鷹喔 出裝甲步兵 才有可能會打不贏一次我的一個問題 而且肉需求量也很高 好 這邊TC可能會滴血被砸掉 升級可能會爆開 這裡可能要拉一些村民回來修 好 這一波 丹尼爾 弓兵 跟裝甲稍微燒得到 The Viper The Viper這邊應該會 稍微出一點少量的兵去反擊 像頭子車之類的東西 好 果然出頭子車了 BK蓋一下 好 三台頭車 讓他順利上到了城堡時代 但是還是有點危險喔 連上城堡時代的TC可能也要爆了 更多的鷹尺在這邊想要進去攻擊 好那這邊可以稍微 拉幾隻鷹尺去中間 打這個修TC的村民 竹子對方修 因為上台頭車的時候 其實雜速是非常快的 很容易修不回來 很容易修不回來 哇 這個Posimia外加真的太慘了 但是如果可以讓Posimia Snow大後期 這個勝率就會提高不少 好這邊直接前線蓋城堡 然後這邊是這樣 萬里長城 強國人直接出現了 好那這邊鷹尺頭還在想要出去輸出 這一波進攻攻兵 裝了步兵家 攻兵的進攻兵有殺到 MIPER的任何的資源 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就直接撤退了 這邊要來嘗試進攻 鷹家這裡 好這邊出奴炮 又來串燒一下左邊這邊挖金礦村民 看起來左邊這個地方 那一家 還在農 這邊看到MIPER在農 自己那一家也要農 不然可能會打不贏MIPER 好這邊修 修理道快沒資源了 波西米亞瘋狂用資源去修 但是發現自己已經沒有資源了 只能派村民上全硬尻 但是這裡非常多的一個鷹尺頭 在旁邊直接在圍巢 這邊出來打的村民可能一直都回不去了 自己往後跑的一個巨頭子車 趕快要來派村民修理 但是要派有點困難 因為家裡有這個丹尼爾的鋪兵 加工兵在外面 所以這邊出來村民要來修有點困難 但後面有大量的鷹尺頭 直接過來反擊 頭子車直接砸了一波 這邊再砸一下 哎呀水呀 一下三隻工兵 搞定 哇這波打得很棒 看起來波西米亞要涼了 哇這邊也打掉了 要用僅存的村民喔 打掉了三台投資車 那家裡這邊直接收村防守 家裡後面全部挖木頭跟黃金的村民喔 都只剩下這個TC了 好那這個就是一個封箭喔 封箭沒有打到東西 然後對方喔直接逼到直層喔 出老鷹爆 這就是層出老鷹國很強勢的地方喔 因為老鷹國最厲害的地方就是黃金 不用太多喔 然後食物也不用太多 就可以出到類似奇事差不多的 等級的東西喔 所以這個 軍事上來說 老鷹國會這麼強大 就是這個關係 很難守得做 喔這邊沒有開門怎麼辦 聚之門外 非法入境 這裡想要偷渡移民 但是隊友 義大利人覺得你這個簽證沒過 不開放入境 這裡的村民只能在外面 被迫逃亡 怎麼辦 在前線蓋了兩個工程器製造所 這裡還是沒有開門 這裡不敢開 裡面的軍營還沒有好 那義大利這邊可能是要直接出 出傭兵喔 直接跟對方互打 但紅方已經沒有了TC 這邊也來不及跑村民 村民全部死去 波西米亞已經沒有TC了 丹尼爾這邊也被進攻了進來 哇 波西米亞就這樣正式滅國了嗎 是不是沒村民啊 天下還沒村民 真的沒有人耶 波西米亞在這裡就 退出歷史舞台了 這場為什麼可以打這麼久 我看這場的總遊戲時間是 一小時多耶 那這樣子三打四還可以打一個多小時 麥可這邊是出了什麼事情 這個我完全不知道 我們來看一下繼續這邊戰果 好 那這邊阿茲特克 巨型投擲機生旅戰開始開打 那班蘭婷這邊沒意外喔 會出這個 強奴加上垃圾兵喔 大量級兵 還有這個拜蘭婷聖騎兵喔 做一個Double 好 那Viper這邊 我剛剛說的喔 投擲器來了 有這個金冠的伊索比亞投擲器喔 這個攻擊方法非常的廣闊 哇 這邊有少量的傭兵直接殺的進來 直接爆砍工程器 直接把這個城門也敲爆 那這邊投擲器要稍微小心一點喔 不能敲到自己的隊友 所以要得炸一下 這邊Viper可以出一些彎道勇士喔 防守一下 彎道勇士是一個 近戰攻擊力非常高的步兵單位喔 雖然防禦跟血量少了一點 玻璃大砲步兵 哇 這邊傭兵很出場很強 成型速度很快 那這時候大家就會說 欸 傭兵到底有什麼強了 傭兵這個單位 在帝王時代初期喔 非常的猛 因為他不用任何升級喔 基本數值就很高了 而且跑速又快 喔 血量又多 你要想一個不用升級的單位 然後跑速快就可以 打對方的步兵 跟這個鷹刺齁 可能騎兵有點五五開 但是他造價很便宜 那傭兵是五十肉 三十五黃金喔 黃金雖然貴了一點 但是肉比較少 那也可以帶第一時間出來 乘出第一波防守跟進攻 都相當好用 VIPER轉出了一些萬道勇士 萬道勇士直接去拆巨型投資機 散很高 殘血 好 應該拆得掉 嗚~~ 死掉了一台 好 這邊有一隊直接來打VIPER的家裡 看一下怎麼打到東西 好 果然這一波 義大利那家 帝王農藝波 直接派了大量的 傭兵 開圖 哇 前線 硬家這邊沒有城堡 直接被毒爛 好 硬家這邊二級射也好了 那這邊看這個城堡怎麼起來 起來之後還要點下這個躲射孔 不然這個傭兵也是打不到 好 那我們剛剛前期有說 那個硬家有這個投石手可以出 打步兵非常好用 那目前硬家這樣子衝的狀況 要讓他續出這些 投石手也是相當不容易的 好 那VIPER這一波前壓已經失敗 這一波進攻 雖然波西秘昂已經沒有呼吸了 但是靠著隊友一打二 這一個銀威 算銀威嗎 算 城堡蓋好 趕快蓋這個射箭場 來出這個投石手 然後來看一下左邊戰場 火焰戰場這邊 紫方丹尼爾 加上這個 G.A.N.G.I. 這個也是高手級別的玩家 也是兩千多分的 那他這邊的選人戰士 是薩爾特步兵 這個劍兵勇士 對上對方的劍勇 但是這邊劍勇互打可能會輸 因為阿茲特克的劍勇會比較強 但是這不是阿茲特克的劍勇 這個是瑪莉的 瑪莉的劍勇 是遠防很高的一個單位 他遠防有7 7加1 遠防8 但是遇到投石手還是要貴 那VIPER這邊 爆出了大量的彎道勇士 想要來反擊對手的一個傭兵 那傭兵可能要再撐一下 這邊 投石手 快出來才有機會打得贏 VIPER的城堡 開始守住各個方面的窄口 但是這邊村民要被抓包了 這邊這一波開戰 這邊是VIPER宣告失敗 傭兵的一個數值來說還是比較好一點 雖然這裡有 18加2的傷害 傭兵傷害不高10加10 但是血量有80滴 這波進攻 哇 踩得很快 傭兵更多驗的過來 VIPER這邊 交戰來說 可能會越打越難受 雖然彎道勇士可以快速殉照 Esobia的銀罐 有這個黃脈 黃族血脈 可以快速增加 彎道勇士的生產速度 這邊生數帥到非常快 大概4秒 3秒左右 就可以產出一隻彎道 所以Esobia出這個寶兵來說是非常快速的 就算只有一座城堡也可以高速生產 非常大的一個彎道勇士 直接打開一站 這邊直接先來拆距離頭C 應該可以拆到兩三台 沒有問題 直接撕掉三台 OK 那正面這邊 城堡掉了 下面這邊窄口堵住 沒有關係彎道勇士可以生產得非常快速 左邊戰線 左邊戰線慢慢推了過來 劍兵勇士 塞爾特人 加上投資器的銀威 開了一條空地出來 這條新的戰線 對阿茲跟瑪莉有點難打 那這邊待會 敗戰艇也會加入戰場 那現在敗戰艇的一個攻勢 是用蛇女去招強對手 那這邊Viper開始有點守不太住了 那傭兵打火器單位也是不錯的效果 打這個火炮火槍傷害都額外傷害 所以傭兵算是 真的是蠻難守的 用火槍又很容易被他貼 雖然火槍也可以打傭兵 但傭兵也可以打火槍 所以打這個傭兵 最好的方法就是出一堆強弩 然後固守陣地 然後加上大量的遊俠去硬吃 那這樣交換下來 傭兵可能還是會有點優勢 因為傭兵照樣真的太便宜了 跑速又快 血量又多 這邊再撕掉一座劇情投資機 硬家這邊可以開始 考慮開採對方的一個經濟 那這邊Viper是有點像是 讓硬家這邊趕快農起來 然後可以去出這個投資手 本來他想要出投資手去幫他Viper 那Viper可能是跟他溝通 不需要出投資手 所以下兩個射箭場之後 就沒有出投資手出來幫忙 他可能覺得先讓隊友先拉起來 經濟拉起來比較重要 反正對方破西米亞已經倒了 那這邊只要穩穩的 硬家獲取更多時間發展 這樣就變成二打一 就更好打贏對手的一個傭兵陣 這個算是團戰中 需要溝通的一個細節 你不能因為看到對方出大運傭兵 就人家出投資手 如果隊友不來幫你的話 那也真的沒辦法 那Viper這邊是守得還不錯 那感覺 傭兵還是有點更深一頭的感覺 投資器砸一砸 並沒有砸到非常多的一個單位 哇有點砸歪了 最近投資器看來是要砸到最後城堡 萊姆戰線開始越來越守不住 要來轉強弩了嗎 伊索比亞打攻兵強弩很強 因為他的攻速還有這個加成 18%的攻速加成非常快速 下方這邊馬力出了一些火器單位 開始用火炮進攻對手 左邊戰線開始撐不住了 左邊是2打2的狀況 右邊幾乎是1打1 等Viper這邊可能快要受不了的情況 印加這邊會派兵來幫忙嗎 但是印加這邊感覺也快要受不了 這邊..哇 傭兵這邊1打2 直接同時進攻兩個地方 好這邊奴兵開始再出了 這邊可能要趕快秀一下 這個房子要爆了 等Viper有點空不太過來了 這邊要毒 毒 毒的起來嗎 可以 好好這邊好再毒一個 好 奴兵數量開始慢慢起來 三級射也好 防禦也點了 好 射這個傭兵傷害就是很高 好 強弩再出來 化學 化學點好了 那現在要做事情 就是把這個奴兵數量給弄起來 好 那這邊繼續開戰 薩爾特人更多的一個 劍兵勇士淹了過來 頭子氣炸一發 哇 火炮火槍全死 漂亮喔 那這邊薩爾特還有點下這個金罐喔 重型頭子車血量來到高達98滴血 血量快到100滴 非常強勢的一個工程系作戰 這就是為什麼薩爾特團戰會很強 但是特別害怕火炮 但火炮他也可以吃到兩發 兩到三發沒有問題 第三發可能會爆 好 如果沒有打拼的話 所以火炮打這個薩爾特工程系 也是稍微難打一點的 好這邊 強弩開始出來 高速射擊 好 對抗對方的傭兵還是有一定的效果 右邊這邊開始有點守不住 村民一直在收村 好 這邊還是夜人過來 強弩數量還是不夠多 好 雖然這邊射起來速度還是蠻快的 消滅掉了非常多傭兵的數量了 但MIPER的經濟同時也被重創 TC被弄爆 家裡被殺了少量村民 這邊貿易線可能會斷 硬家這邊城堡被拆了一座 這裡也把自己家裡鎖死 好 開始再出頭死手了 攻擊4加4的頭死手 好 終於 VIPER等到了 外加隊友復活 頭死手打傭兵速度很快 有沒有 高速死亡 好 但是這邊可能還是要 稍微控一下嗎 欸 不用控 直接把隊友逼退 哇 這邊傭兵直接快速倒地 VIPER終於等到隊友的到來 自己家裡也稍微守住了 頭死手拯救世界 好 那這邊伴戰亭大量的一個 神旅 神旅戰出來了 跟我想的不一樣 我以為他會打強奴或戰毛勒集兵 但對方沒有出馬的情況下 集兵應該是不用 他直接轉這個神旅 我還以為他會直接轉這個伴戰亭聖騎兵 因為伴戰亭聖騎兵打步兵很有效 那打瑪麗的這個劍兵勇士效果是不錯的 那瑪麗的劍兵勇士有缺點 因為他沒有三攻 所以這個劍兵勇士就是十二加而已 傷害就不會再高了 但是左邊這邊殺過來 VIPER右邊這邊守住 那這邊VIPER跟自己隊友 瑪麗莫德里 這邊可能要趕快進攻 但是這邊傭兵 看到對方出了太多工兵 這一坨傭兵要去送 哇 這裡沒有 這裡被打出一個洞沒有在補 完蛋 這一波傭兵進來 直接直擊後方經濟 左邊戰線會更慘 那這邊可能變成VIPER的左線戰線會被拿下 那自家可能會爆開 因為這邊戰線也推到了門口 這裡有非常多的僧侶 這邊繼續開始 好 投資器 塞爾特的投資器直接守在右邊 遇到工兵 跟這個投資手 直接砸一把可能就全倒 好 那義大利轉出了輕騎兵 就要來打這些工兵 還有投資手 好 前方戰線又稍微守住了 好 但是大量游泳兵直接去守4TC 直接讓那一家的馬力 直接爆開 但是VIPER也是拿了一坨強弩過來防守 但是還是重傷到了馬力這邊的經濟 正面義大利家裡補下更多馬教 要來直接反制對方的一個投資手 投資手只能被迫回家 要開始轉兵 好 那游泳兵已經到處亂竄 也開始在追逐這些貿易車隊 好 現在左邊兩邊戰線稍微休止一下 但這邊的 只有投資手的進攻並不是太好 家裡這邊TC被拆了兩座 三座都被拆了 哇 這邊很慘 好 強龍過來秀一下 這裡還有一些爆勇士 過來敲一下 對方的傭兵 好 那這波重創的話 那左邊拜登庭跟賽爾特就有機會可以打進來 好 這邊再補一下新的一個防線 這裡真的要補一下 這個是個大缺口 好 左邊這邊休戰 讓加里 馬力有一個休息的時間 拜登庭跟賽爾特沒有趁這一波進攻有點可惜 好 這邊有非常多工程器 在防守右邊 好 義大利農出了大洛馬 洛馬直接開始要去硬家這裡 但硬家這邊長槍兵已經防守了 準備好了 好 長槍兵對洛馬的效果還是很好 好 這邊展現這邊大洛馬 好 馬洛馬這邊賭得非常棒 這裡幾乎沒有被洛馬繞進來 左邊這裡只有補一滴 一點血 好 直接補第二層 因為他知道這邊可能會爆 這邊要不要拉更多村民來蓋 但是不能蓋 這不是馬洛馬的村民 唉唷 這個 城門很危險 這裡只靠投石守 真的有點守不住 這個洛馬收容有點多 好 強弩過來防守 好 這邊已經變成了異木城門 好 防衛商會更好一點 好 一些包容室過來 稍微想要來防一下 哇 這個極限防守守得不錯 好 包容室直接走出來 要來靠村民了 一棒一隻 哇靠 要打肉馬 四下可以死一隻肉馬 好 但是後面有托子氣 迅速解掉了 我還找到對有一堆肉馬 欸完蛋完蛋 這邊直接城門大開 完蛋 沒了 直接溜進來 哇 這邊沒空好 哇 肉馬無雙 但左邊這邊大疾病 開始淹了過來 直接淹到了馬舟的一個出兵點 那這個出兵點可能要往下救會比較好 這邊疾病也出到家裡 哇 現在戰況非常的混亂 這邊肉馬進來之後 左邊這個戰線呢 來看一下 左邊戰線 拜登庭出了一些大量火槍 那賽特人一樣出攻城器 加上自己的護兵 做一個前線硬扛的動作 那這邊攻城傷害非常高 現在目前是三打四的狀況 波西米亞已經正式滅國 那義大利這邊一個人撐著 右邊撐了蠻久的時間 那這邊大洛馬又再次來到了 瑪莉的領地 開始要來殺一波瑪莉的一個村民 而且這邊貿易線還稍微被砍了 哇 直接重創貿易線 非常傷 神旅這邊招降戰術的效果還不錯 欸 居然還招到對方的神旅 哈哈哈哈 哇 居然老 神旅戰 阿茲特克居然輸了 拜登庭這邊大量的神旅 加上投資器 還有工程器的一個效果 復步為營 殺了過來 那這時候大家會說 欸 那這個 駝到底要怎麼撿 這一駝啊 用大量洛馬燕 像這個義大利喔 出這麼多洛馬才有可能解得掉 好 但是 印加這邊喔 轉出了非常多的疾病喔 還有工程器喔 開始要來突入了 那義大利開始有點不敵 Viper加上自己 對手印加的傷害 這邊要來防第二道防線 那家裡 被拆的建築物越來越多 可能會被殺到貿易線了 哇 第一堆 哇 哇 長槍兵倒得非常快速 哇 再毛全死去 哇 這就是薩爾特工程器喔 非常的痛 攻速快 血量高 98滴 OK 大騎兵加上頭死守 這個搭配非常nice 欸唷 欸唷 這邊找到一發很痛 大量的頭死守直接倒地 這邊幾兵加步兵來打 有點沒什麼太大意義 願用兵可以馬上貼上這些幾兵 幾兵應該只能拆到一台 拆到一台了 好 頭死守趕快砸掉這些衝車 好 火炮來了 火炮一來 就可以砸對方的一個工程器 耐燒小心 這個工程器能不能拖到 一發 哎呀 倒兩台火炮 哇 這邊薩爾特工程器就是這麼的強喔 原來他的重型頭死機有98滴喔 可以扛三下火炮 所以就很容易被對方反制喔 8射程對抗12射程加1 數量夠多的話可以用頭死器喔 直接去碾爆對手 這個城堡什麼到倒頭堡 幹真的倒頭堡了 哈哈哈哈 大量臭命直接倒了 完蛋 這一波強弩可能要大大難零頭了 VIPER已經看到對方工程器過來 少爺要逼退 但幾命過來 直接找了一波 自家的傭兵也死去 但是後面投資手直接倒地 火炮輸出空間沒有很好 因為前方的肉盾全部死去了 火炮只能一發一發點射 但這邊要被投資車步步圍營 可能要小心 這邊被砸到一發重頭 可不是在開玩笑的 雖然是遊戲 但不是在開玩笑的 這個可能有點老 哇 VIPER是不是要輸啦 哇 左邊這個 各射兵加工程器火槍火炮 還有生魚大戰 居然慢慢一人過來 但是他這邊生魚好像怎麼突然死光啊 但是也是要延到VIPER的一個貿易線 VIPER遇到對方 塞爾特工程器的一個強勢迎推 不 強勢壓制 我在講什麼 肉碼加上六龍兵的一個前線肉身扛線 哇 這邊大量的衝車也被砸光 虎兵也打不了 這邊 塞爾特 投資器很難解 這邊要解的話 可能要靠硬家的這個老鷹喔 用閃陣喔 去保甲才有可能解掉這一筒 用火炮的話也要大量掩飾喔 才有可能打得贏 火炮的數量現在明顯不夠 前線斷場要等這個火炮過來 好像有段距離 但硬家沒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前線要打贏這些投資器有點困難 你看到下方戰線 下方這邊也是快要繼續淹到了 這邊貿易線老貓已經 已經剩下一線之隔了 投資器加上大量戰矛 落馬又淹了過來 落馬 這個投資器打得不錯 重頭直接砸光 Mipe的重型投資器有這個擴散效果 範圍更廣闊 砸到面積更廣 瑪莉這邊用飛刀手想要嘗試再來打一波 但是後面還有車輪在著響 而且飛刀手有個缺點 攻擊力很低 13加215攻 血量也不多 所以只要被貼到的話 其實損失速度是非常快的 這裡會被貼到 被貼到就完蛋了 這邊想要再修操作 這邊四隻飛刀看起來也是凶多吉少 左邊這邊 Mipe看起來有點心不利蟲 雖然正面這邊已經守住戰線 貿易線也確保住了 但是上方這邊的戰線很難遲遲推回去 Mipe有派一些少量的奴兵 來前往支援左邊的戰場 Mipe的一個主要部隊 還是想要再聚集在上方這裡 但這一波進攻 欸工程器好像少了不少喔 這裡是利用衝車去撞爆對方的一個 工程器嗎 工程器少量很多欸 剛剛怎麼解的沒有看到 右邊戰場守住 當然重點是左邊戰場 左邊戰場絕對要守住啊 不然這邊貿易線爆了 就直接打GG了 哇 那戰場絕對系 又是繼續淹了過來 賽爾特這邊 可以稍微喔 把一些兵喔 聚集到左邊這邊 右邊出少量的投石器 防守就夠了 那賽爾特這邊 可以考慮出一些奴砲之類的 但我覺得投石器的傷害 是更好一點 但是如果像這樣喔 直接切上來 可能會有點尷尬 像直接切掉非常多的工程器 如果有奴砲的話 好處就是可以串燒這些喔 步兵單位 好 正面戰場 再來看一下 VIPER這邊 繼續使用自己的強武兵 想要來訪 但是對手的半戰亭 垃圾兵的戰術非常的勇猛 數量是打不完 而且這邊還有 半戰亭的一個 三旅在著想對方工程器 所以這邊出攻的是有點困難 好 這邊的兵全部倒地 阿茲這邊出了8-9老鷹 直接上來硬戳一波 戳爆一堆 神旅跟衝車 這一波 可能可以靠自己的步兵戰打贏喔 因為老鷹打這些傷害很高 同時打劍勇傷也不錯 但是劍勇砍老鷹的速度是更快的 好 這邊飛刀手 嘗試再輸出 工程器 血量非常多 378滴的衝車 砍了非常久 後面火槍出來 火槍力出來 英勇 英勇跟 這些步兵單位 可能就要小心一點了 好 先打發火器 開始打 投死手 好 還想要繼續防 對面的 傭兵 這邊稍微有點危險 差點被打破了 這邊都殘血了 好 義大利的一個意圖 是想要偷偷 打下命 打出個洞來 然後派達洛洛馬 去下去直接打這個貿易線 這坨傭兵可以稍微守住 左邊戰場 開始淹到了 這邊 重要的核心貿易處 這邊已經可以看到貿易車隊在這邊 進行貿易 但是旁邊就是主戰場 主戰場有非常多的火槍兵 還有這些重型投資車 那拜登庭 現在有錢到還可以出 拜登庭聖騎兵 所以如果這邊 打步兵的話會很傷喔 因為這邊靠一下步兵傷很高 拜登庭聖騎兵直接過來 來看一下這傷害 哇靠 一兩刀死一隻 步兵 拜登庭聖騎兵出關了 超攻城系也方便 打步兵也好打 打工兵也好打 這就是拜登庭聖騎兵最難產的地方 而且數量一多 還有這個践踏效果 後期能力可以讓拜登庭聖騎兵 變成一個無雙的存在 哇哇哇 你看拜登庭打得很痛 火箱已經開始在打這些貿易車隊 投資器也開始過來 左邊戰線要倒了 城堡也沒了 這邊戰線 巴登庭聖騎兵開始無雙 想打誰就打誰 後面有更多火箱 幫忙這些巴登庭聖騎兵 火箱兵給的傷害很高 暴力車隊 逐漸爆開 投資更多煙了過來 哎呀 好殘忍的畫面 哇 拜登庭聖騎兵超強 你看這邊 盡情的無雙 毛兵打他很癢 步兵過來可以互相傷害 但是他打步兵右耳外傷害 傷害超高 好像加成十幾滴吧 打個好像三下左右 一隻步兵就會倒了 再加上這些後勤的傷害 持續碾壓對手 這邊火箱兵就沿了過來 貿易車隊已經死傷慘重 基本上貿易全斷了 這邊自敵四級 所以貿易車隊沒有再往這邊跑了 但是貿易線已經被斷的情況下 BIPER這邊居然會被三打四擊敗嗎 BIPER可能會輸嗎 BIPER不來救一下左邊嗎 左邊戰線已經開始沒了 但是右邊戰線也是壓得進去 想要力挺這邊貿易路線 但是離貿易路線還有一段距離 這邊要到這些貿易路線的話 要先擊破這些大量的軍營 那這些軍營要怎麼打呢 也是很困難喔 因為你只靠投資手 跟火器部隊喔 進攻的話 還要遇到這些投資車 投資車的防守能力還是不錯的 這邊賽爾特沒有點化學 這個沒有火焰 來了 大量的投資器直接開殺 唉唷 倒一排 好 但是這邊火器的數量夠了 三台 三台 直接點發一射 就可以射掉 大量的 工程器 點發 沒點到 Nice 左邊貿易線已經爆開了 現在這邊在做違建拆除作業 這邊看到心靈圖 太多違建了 不是自己家的建築風格 全部改喬換面 拆掉一些 舊時代的建築物 怎麼跟台灣很像 拆日據時代建築物 風格看不順 直接入拆 但是八戰型聖騎兵過來了 但是槍隊長打這個 八戰型聖騎兵殺害羞也蠻高的 但是槍隊長也是步兵單位喔 所以八戰型聖騎兵 打這個槍隊長也是很OK的 好 嗚 砸得不錯 這一發直接砸掉 兩台投資車 這個城堡 鷹匠能蓋的血嗎 有更多心靈過來蓋 槍隊長都能出鞘了 槍隊長打這個步兵戰 起兵戰都很OK 而且他有多一共的射程 再加上後面的投資手 所以這一波正面應該守得住 重點是還能撐多久呢 這邊已經壓到了 這個 內加瑪莉的領土 阿茲特克這邊已經接近滅國狀況 現在是瑪莉一個人在扛兩國 VIPER有去支援 但這邊支援的數量不夠多 而且還要一直回來 顧這邊戰場 這邊上面戰場 一定要靠VIPER的火砲 去刻住對方賽爾特的工程器才可以 因為本身硬家是沒有火砲 所以他沒辦法自一自強 那VIPER看起來也是有點難打的感覺 這邊是最後的防線 貿易線拉到後方 現在VIPER最後的希望是由這邊硬家在這邊突破口 哇 這邊頭子吸油砸到非常多的級兵 損失非常慘重 哎唷 紅光 哇 拜登庭聖騎兵到處都有 非常難纏 瑪莉這邊的經濟也快撐不下去了 並沒有辦法出太多的兵 怎麼覺得VIPER的兵有點少 是我的錯覺 欸 VIPER怎麼感覺 村民有點少 哇 這一波反打 看起來VIPER沒有希望了 投石器越來越多 而且現在也有火砲了 義大利火砲也出來反制 那這邊戰場 拜登庭聖騎兵現在是變成無雙存在了 現在想打誰去打誰 級兵也能打 現在拜登庭聖騎兵會怕的東西 就只有一個東西 叫做駱駝 但是VIPER這邊 只有瑪莉有駱駝 那瑪莉這邊出駱駝 又很害怕對方的火槍 跟這個工程器 所以 真的是難打 哇 15台投車 VIPER看起來是要兩掉了 這邊城堡又掉了一座 剩下三座城堡 貿易線又 又來到了貿易線的關卡 這關卡能守住嗎 VIPER陣營步步為營 義大利現在有錢到 還可以點下這個重裝騎士 重裝騎士 好了 待會肉馬又要變稱重裝騎士 錢又更多 全黃金兵種 這邊大量級兵 直接被砸了一波 死去 VIPER再努力控火炮 下防戰線 下防戰線 VIPER出了一些彎道勇士 過來支援一下 瑪莉這邊的貿易線 貿易線絕對不能倒 但是看起來又要再倒一波了 好 丹尼爾這邊喊隊友說有沒有黃金 他需要更多黃金出 拜登庭聖騎兵 哇 結果上面這邊戰線本來是 硬加這邊推進去 現在是要變成防守狀態了 塞爾特的投擲器 團戰就是特別強 好 好 那這邊大衝車直接點了上來 更多的班單體聖騎兵 這個班單體聖騎兵真的很扯 好像騎兵有 有Counter跟沒Counter是一樣的 你看瞬間死去 哇 彎道勇士 兩刀死一隻 無雙的存在 主宰戰場 想尻誰就尻誰 連工程器也可以喔 工兵也可以尻 砸光 好 貓戶線已經到了 最後的關卡 好城堡想要努力把這些投擲車給砸掉 哇這個沒有空 再來投擲車 臨時先砸一發 來不及 死去 火炮這邊MIP沒有空好 直接倒地 好這座城堡掉的話 貓戶線直接被中斷 哇直接砸貓戶車 太狠了 這邊互砸 這邊互砸 這座城堡喔 看來也是要爆了 哇我真的沒有想到 Viper居然 4打3也會輸欸 太扯了 哇是因為 Viper這邊有兩個 老英國的關係嗎 印加跟阿茲 哇看來團戰選這個 老英國 強真的只有強在層出喔 跟我開局講的一樣 老英的層出 真的是很猛 但是就是要找對那個時間膽 那時間點過了 大後期 老英國沒有火器 真的是巨大烈事喔 好這邊打出了GG 哇 這邊真的打得很棒喔 我覺得這邊是靠著這個 這個 上方是靠義大利喔 傭兵加上自己大量的一個肉碼 去扛住了上面的戰線 那左邊這邊喔 是靠著這個敗戰艇喔 的聖騎兵跟 跟這個森旅喔 前線招響對方攻城系喔 慢慢推進 然後再加上自己的 賽爾特是主要重點喔 賽爾特是這場MVP喔 頭石車各種雜爆 雜爆下方戰線 右邊戰線也各種雜 只要頭石車一直活著喔 基本上就不會倒 戰線不會倒 就只有進攻的份了 那這邊我真的覺得 VIPER他們竟然沒有掌握時機喔 第一時間去把上面這邊給推進去喔 有點可惜 因為VIPER有一段時間喔 是過來跑去 舊左邊這邊喔 那還有去稍微防卡中心這個位置 當然這個位置是一定要防的喔 這個不防的話可能會倒更快 但是我覺得VIPER 感覺經濟沒有那麼好 兵感覺有點出得淋淋散散的 沒有想像中那麼多的單位喔 但他單位其實很少 貓越車隊55 然後 生旅頭車各一兩台喔 那我在想是不是因為 他們是有溝通喔 對對方倒一國的關係 所以自己也不能出太多兵喔 之類的 我不太確定喔 但感覺明顯 MIPER這一場並沒有打得非常亮眼 恩..就是他的弓兵阿 他的火器喔 投資車並沒有做出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反制 那彎道友是一直也有在出喔 但是也是送的蠻多的 但是有可能是遇到對方的 這個賽爾特的投資車喔 所以導致他的這個 自己的投資車跟火炮 表現就不太好 那MIPER這個有可能是受到賽爾特的關係喔 所以沒辦法打出一波漂亮的會戰 那.. 伊索比亞這個文明喔 後期也是相當難打 我覺得他最特別的一個 後期打法應該是 打這個頭車加火炮 然後再加上自己大量的一個 公兵喔 全黃金兵陣容 那幾兵不出 對方騎士來 就用這個火炮加頭車 還有自己的強弩喔 去射掉這些騎士 那對方出攻城器 就靠自己的火炮去對應就好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 VIPER一直有給隊友黃金的關係喔 所以導致自己的經濟一直沒有起來 然後沒有出那麼強大的黃金陣喔 扛住一個戰線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狀況喔 看一下這邊進攻方面 VIPER這邊是 哇靠這邊是 這邊是 這邊是給了很多資源的意思嗎 好像是喔 155559 哇 VIPER是給隊友大量資源喔 但是卻沒有 然後 讓自己出非常多的黃金 冰種 黃金單位喔 去支持自己的自家戰線喔 看起來 VIPER這邊 真的很可惜耶 我覺得VIPER應該是會贏的 可能是給了太多資源 哇 這邊遺跡還寫了三個 VIPER就是VIPER 但這邊賽爾特更扯 資源經濟量6萬 這邊是收還是送喔 我有點看不太過英文 這個SENT SENT SENT是什麼呢 我來翻譯一下 發送嘛 對啊應該是送 這邊賽爾特跟VIPER 兩邊都送了很多資源給隊友 那義大利是收了非常多的一個資源喔 所以可以讓他自己戰線 可以拱住 那半戰體這邊算是比較 算是撐住戰線而已喔 用這個大量的垃圾兵加自己的 生旅 生旅戰打 好 那看起來這一場戰爭也是相當精彩喔 那我們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我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來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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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再按ui 再按一下 的